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是用这个妈妈督屎去喂个小孩 这个是真还是假的呢? 那个的新闻很噁心 但是它竟然出到 你留意一下是自然期刊的报道来的 其实类似的题目 我们先前有提过一些例子 因为其中人工否复产的BB 它没有经过妈妈的产度出生 就变了少了一个机会 去接触那个妈妈产度里面的微生物生态 就令到它少了碰一些的菌 就令到那个BB那个免疫系统的那个叫做 提升的免疫系统能力就相对会少了 你会想知道就是我们天然的那个分娩 有多一个方法令到BB是获得更加多免疫力的 首先它经过妈妈的产度碰到那些菌 OK? 擦匀全身 甚至吃到嘴上 另外呢 再出来的时候吃人奶 由人奶来获得很多妈妈的抗体 OK? 这些途径都是令到可以得到 妈妈给她的免疫力和那个天然的第一度的刺激 OK? 甚至乎你可能都听过 有些奶粉就讲到什么牛初语 那个初语其实就是最有 就是最有丰富那个免疫抗体的一个 那些这样的分泌物来的 那当然用人的初语就绝对比你去吃奶粉牛初语好很多很多 那所以为什么呢? 你会发觉 其实前几年讲什么奶粉危机 你会发觉最后就是因为原来鼓励香港人 那些人都饿了人奶呢? 就没有一件事的 其实就 那我们先前提过就是说 就是在上几个月某一集的科学生才提过就是 那我们如果对于那些否复产的BB 他没有经过产度的 那有没有一些方法去捕捉呢? 原来有些研究显示 原来用一个很简单的方法 就只需要在那个妈妈的产度那里 照是染一些的分泌物出来 去塗在那个BB那里 去皮肤塗在嘴里 那让他舔回来 那接着呢 就出来那个BB的免疫力就会好了 而且都得到证明了 就是有做到这一步 就是他的英文叫Virginal sitting 这个东西 其实如果有份去做接生啊 就是那些苦科那些呢 一定是知道这个这样的概念的 是一个现在是都会帮你做的步骤来的 因为已经得到一个实验统计 就是那个客观学术研究的统计去支持就是 就是有做这一步 就是染一染妈妈的产度 所以分泌物来给那个BB去舔一舔 是真的会令到那个BB的免疫力高一些 但是呢 都有一些更加仔细的研究呢 就是我觉得是一个精益求精的表现就是说 原来再追踪呢 那个效果呢 都是有高有低的 会是好一些 但是那个成效不是人人都能够保证有这么好的 那比如就是说 对于某一些的 就是对于那些已经否复产了之后 你原来发觉有些BB呢 他都是没有很有效地 获得这个免疫力的提升呢 原来就是因为呢 去检查这个BB本身的那个长度生态的时候 就发觉没有什么反应 就是没有什么提升到 你可能想象就是在这个过程里面 他究竟能够舔到多少 吃了多少 有多少能够穿过 就是真的滲了入BB的那个长度生态那里 那样呢 那原来是都因人而异的 那有人就会问了 那有没有一个更加准成度高 可靠度高的方法 是一定能够保证到 这些经否复产的BB 最后都能够获得好像由一个自然分娩的BB 一模一样那么多的免疫力呢 那原来现在是有一个呢 就是比较完整一点 全面一点的解决方法 就不可以再这么简单 就是做 就是染一染妈妈那个产度的黏液就算了 就但是很不幸 那方法听起来很噁心 是要那个BB吃妈妈的糞 OK 这个是不是说呢 就是他占了那些脏子之后 是触发到他自己自身干冕的系统 绝对是的 那当然 我刚才讲到这个位置就是 接着来我一定要讲一个实行的方法 OK 我不知道台长 你有没有听过这些叫做 就是BB要碰一下妈妈的糞子 这些这样的习族 其实是不是都真的有地方有这样的习族 我以前听过 但是 当然那个 就是我 我认识那个例子 就牵涉的人全部都没有科学知识的了 是的 就是一个习族来的 但是 那些屎呢 总之是他不知道在出生的地方找回来 就涂在那个BB的嘴里 是的 会是这样的 听起来很噁心 因为你知道一定是很多群的 是不是那些东西 就是要 就是那种习族的来游 也很有趣的 你会发觉这种习族呢 有很多时候会计成了某一些的 就是变成了某一些的 就是 就是原来后来查找到 有少少的科学根据在那里 那和这次我们要讲这件事情 有什么关系呢 原来整件事要这样做的 这一个自然期刊的报道呢 其中有一段就是大大赤字跟你说 Don't try this at home OK 不要自己试 现在他们用他们做的方法 现在呢 是很仔细 很定量 因为我们知道呢 你如果被他 被BB吃的那个屎太大毒 磨到他七彩 OK 就是未是获得更好的免疫力之前 已经送去鬼门关了 已经磨死了 是不是 因为里面的大肠肝菌含量太高 变成了就算是其实你会发觉 有这么说 我们周围的自然环境 有很多这些骚髒的东西 太多骚髒的东西 我们会生病 但是少少我们顶得住呢 就是提升我们的免疫力 所以现在呢 最紧要是找一个很精准的分量的定量 是令到做出来的效果最理想 就是说我要给他的份量 不能太多 但是又不是少到没有 是少少 少到一个地步 你找出来的效果是最理想的 那么现在呢 他们就说怎么做呢 首先 真是拿了孕婦的大便样本出来 他们在他的试验里面 譬如找到差不多100个孕婦 90个左右 然后呢 首先去做第一轮的森检 譬如有些孕婦本身去大便里面 有一些实在太厉害的病原体 那他们会有一个列表里面 一堆的病原体 他们会去做测试的 哇 这些太毒了 真是会杀死那个BB的 全部就不要 OK 90个里面有54个被篩走了 剩下来就只有30多个孕婦 是有用的 然后每一个BB 要吃回自己妈妈的孕婦 那就是要怎样呢 就将它里面 沾一点点的样本出来 就将它开 就是稀释它 变成为一个只有3.5mg 那么轻的一些孕的液体 OK 所以你原本的样本也有很少 就是你不会只是 哇 我要塗唇膏 整个肚子那样塗下去 是好一点点 就是沾一点点 就再要查一下它那里的菌 会不会太厉害 然后就开了水之后 就拌下去那个奶那里 给它喝 所以呢 它这个自然其刊 它给了一个字眼 挺噁心的 叫做Pool Milkshake 屎的奶色 OK 那就是原来 现在就是这样做给那个BB 就是他们就发现 找到一个对的份量 和要做一些的西检 一个已经是很标准化的程序之后 就喂给那个BB OK 而最划算就是那些参与的妈妈和BB 他们是不知道自己的BB 最后有没有吃到妈妈的肚子的 因为有些叫做 有些就懒是告诉你 有但是其实是给安慰剂来的 你是没有办法 就是你是不知道的 就是一个这样的 就是有系统的测试 我们现在真的找到 是那个最后真的有受到 这些叫做 訓便 微生物移植的 这些这样的BB 最后出来 它的长度 那个的免疫生态 是健康很多的 所以呢 这个这么重要的发现 就刊登了在这个自然期刊那里 这样给了出来 那是不是说呢 我们那个免疫系统呢 实际上是要有面对一些 的细菌的挑战 或者病毒的挑战呢 我们才可以成长呢 是的 我经常说不要让BB太干净 就是你看这些BB 有时候是不小心自己 你到处打脸 然后就舔一张手 其实不注意 可能将那些很可爱的菌都吃到了 那有些不好的精彩 就摁到七彩了 就是你有时候去讲什么 叫做什麼 鱷魚病毒那些 有时候你在街上玩过游乐场 不小心小孩 以为让都可以舔 一下就舔下去 就了一个生生铁鱼 接着就回来电我的腹了 就是会这样的情况发生 可能有些东西 其實你以為它沒有大便 原來沒有骯髒過大便 很多東西都是這樣的 其中有些你想也想不到的 如果你家裡用電腦的鍵盤長年不抹的話 它絕對是比你的廁所污垢的 即是台長馬上看一看 馬上要看 然後你按完之後拿東西來吃 哎呀我還經常是這樣 所以你現在這麼健康 這要再說一說 這些說得很噁心的這些玩糞的東西 其實不只是在這次這個例子出現的 很多時候譬如說有病人 你要恢復他的長度的健康生態 或者譬如他對於某一種 長度本身太過抵抗力差的時候 會不會有時候做一些叫做糞便移植的事情 令到可以最快恢復到那個生態呢? 然後甚至乎是 你看有時候香港的大學 我記得中文大學試過的 抓人家捐出市場 捐完之後他不是馬上把那些糞便餵給人的 是將他類清楚 有一些不想要的東西 篩走了之後 就剩下一些處理過的糞便樣本 裡面最重要是拿去的精華 就是裡面的一些有益的 那些這樣的益生菌 都不是一定的益生菌 總之是那些有益的生態 就將他移植下去給另一個人 怎樣移植化呢? 你可以說是直接注入 但是有時候就會說 整成一顆藥丸讓你吞下去 裡面是有另一個人的糞便 其實有這樣的玩法 但是最後你會發覺 當然有一個好的結果 私夠膽去告訴別人 現在任何的事情都是 聽起來很噁心 但是當然 如果你發覺是經歷一個 比較標準化的醫學程序處理的時候 你可以說 將那些害處壓到最低拿走了 就留下它僅有的好處出來 就可以有益其他人 其實很多藥都是這樣的 很多藥原本都是毒藥 就是那個劑量的問題 和你怎麼處理的 但是你會不會覺得 就算即使是這樣呢 其實那個小孩 他是自然生產 順產好過你用這樣的方法 所以最簡單的就是自然分娩 當然這個就是 有人覺得要摘日子生 做C-section 也都大有人在 我覺得這個是一個選擇的問題 你說如果問我最好的 當然就是自然生產 似乎會給出來的一些好處 暫時應該這麼說 你用其他分娩方法 去發現有些東西和自然分娩差一點的時候 現在都還在嘗試去追趕 嘗試去再想一些方法 去補足讓它好一點 其實現在發覺最大的問題 精結就是在那個BB的免疫能力那裡 當然我們想到有些方法去補足一點 會不會還有一些其他的好處 還未滿足到呢 暫時未知 經歷過這麼多 就是一個生物 就是人類這種動物 經歷過這麼多演化在那裡 其實當然就是 它本身天然的那種機制 是帶來了很多的生存優勢在那裡 那個小孩的免疫系統 跟它成長之後的免疫系統 有沒有關係呢? 具體的意思就是說 如果小孩的初生的免疫系統是比較好 它會不會我們去推算它成年之後 那個免疫系統都會比較好呢? 這樣講 這次它特別針對的那些 就是盡量避免一些免疫系統的疾病 譬如很簡單的說 烤喘 其實烤喘是一種 免疫系統過度反應的結果 現在簡直就是 就是說你早點給它碰到這些菌 是令它以後有敲喘的機會是低很多的 就是你如果以前是太乾淨的時候 就反而那個小孩會是容易 就是碰一些東西不夠髒 在一個自然環境裡 接觸不了足夠多的刺激 反而是一旦碰到刺激的時候 就那個反應會過激 所以可以說是的 你早點給它一個好一點的條件 然後再後天 你再給它一個比較天然的環境 就一個可控制著的一個有菌環境 那其實是最理想的一個方法 那其實呢 所以這裏也是 這裏再說一件事 我們之前都提過的 很多的學校 今時今日都還要求學生戴口罩 不要說要求 就是多了情況要那些學生一起戴口罩 有時候上課這樣 我還聽到不要說去中學 有些在香港在大學上課 有些老師 有些舊同事跟我說 整個學期都沒看過學生什麼樣子 都還在戴口罩上課 其實這些 老實說真的 到了現在這個瘟疫過了 不要搞這麼多這些事情 你可以有一個短期的好處 就是你可以保持著整天不病 傷風感冒少很多 但是呢 你去這樣長期累積十年八年 你那個免疫系統差在 到突然之間一次病 就病得特別厲害了 我想很多人有這個親身經歷的 而這件事情 反而你那個人已經大定了 都更好一些 如果你是一路由小時候 到青年時期一路都是這樣的時候 你真是老來有排售的 其實這些 所以你說對於一個醫生 護士他反正都成年大了 然後以後的工作就一路要戴口罩 那是OK的 他自小就碰得多菌 那是OK的 但是呢 那個 我覺得這個免疫力的累積 跟你的人生經驗 跟你的人生智慧累積 是同樣的重要 要累積發展的東西來的 那所以我會覺得就是 不要怕煩要帶個小孩去看醫生 不要怕煩要請病假 有些東西 小小他頂得住的菌 就給他頂了他 就不要 學校有時候自己怕麻煩 要那些學生 當然帶好過不帶 因為少些人病 我不用報的嘛 那些東西這樣 是啊 不是啊 陳志衛有一個都合適的 小病是福 我們這集就結束了 我們下集就回來 過了